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讲一下初选哈 如果你还不是选民的话 那你如何要注册成为选民呢 在初选的时候我们都要注意哪些的事项啊 那在初选中呢 大家都知道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才会进入到11月的大选 比如说好了哈 国会议员的候选人 如果某个选区有12个候选人报名的话 那初选投票你就在12个人里面投票 到最后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 他们可以进到11月的选票当中来 那这12个候选人里面呢 他投票最高的 他这个是不分党派的 他不是说12个候选人里面 民主党最高的跟共和党最高的 你们一起进到决赛 其实不是的哈 12个人里面只要得票是最高的 两个人 非常有可能是两个民主党人呢 是有这样的情况产生的 只要他是前两名 那其他的人就全部都淘汰了哈 那这两个人就会最终出现在 11月大选的选票上面 让你去选择 我听到这一条人里面的人 有些是真正的 他们就会去选择 那我来说 这一条人是真的 从来的 你去选择 我来说 这一条人的答案 我来说 你去选择 你去选择